近日偷島拆收機,本年沿海開始出現偷島的衛兵 這幾年因為偷島介紹提供,也突然出錯案 讓很多農民按車不敢睡,隔離偷島兵實在真辛苦 既然鄉島農民想出辦法用合作的方式 最會偷偷島輪流關口,並且用農用車來訪查 就是擋住出口,不讓人家可以進來撥偷島 就是,這是綁到的一種措施 因為走進來,他一步步要走 可是如果是整台車子進來的話 他可以拿比較多出去 沒什麼儲點出來看看 因為摩托車也進不來,頂多是人進來而已 他們在這裡跑他們都這樣 因為他們種很低,就是種的很多 他們在這邊範圍很廣 他們自己有機械,他們就把他放這邊 農民基礎委屈近年開始,全台客戶變化很大 加上電線高溫,出頭到新中受到影響,三兩減就拼一次 這樣說,你們兩個人說多久? 一間兩天,就四千塊 還說穿的就是四千塊 你這條這條鐵,隔在頭上 你的腳會澎湃嗎? 不然是在頭頭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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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頭頭還撐一撐一撐一撐 再撐一撐一撐,再撐一撐一撐 如果比英島的 如果這站,有年的這站 土豆水又有壓力 一分農水到六千百斤 如果像今年這種,要五百斤就差不多了 我們就七、兩、三千塊而已 就對了 最近天氣是在太熱,農民打土豆 只有經過辛苦 而且修行並沒有好 讓農民溫潭,今年感受苦 也還要修行 去年沒有,因為這兩三年 花生其實有漲價 就是都是三十幾塊以上 那去年是四十幾塊 最高到四十六的樣子 那四十七的樣子 那今年又恢復到三十幾 照理說這一季就是春季這一季 不好賽,一般都是三十幾起跳 可是現在還是挺有在三十幾 我們這段應該是覺得價格高 可是在中間工廠那一段 他們就不是這麼想了 他們就會抓住了 他們就會抓住了 去年偷到價錢一路提款 上官是超過一台金四十塊 今年剛才收到價錢 價錢雖然沒錢 但是還是很穩定 這也讓時間的壓制壓力丟臟 記者比賽差不多 多多